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Yoder Yow的家庭频道 我是三个幼宝的老爸 幼爸 真的没想到 这一天来得这么突然 还记得不到一个月前才刚开箱 现在就准备来升级了 这不单单仅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欲望 更是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吧 适应数据管理的不断变革 还有提升 这是一种 我对未来的投资 对科技的追求 更是对数据安全 还有储存质量的追求 我也开始追求更好的数据管理 还有更高的科技水平 不自觉地漂流在科技进步的洪流当中 对这台DS-723plus的需求 还有期望 也不断地在提高 而渴望升级这台DS-723plus 便是其中一个具体体现 这也提醒我 在这个科技临近奇异点的时代 我们应该不断学习 还有掌握新的科技知识 从而更好地适应这个充满挑战 还有机遇的年代 这台DS-723plus 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给我和家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变 我开始推定了几个相簿的APP 云端硬碟里的资料 这台NAS也会在我设定的时段中 不断地下载回来 当家人开始塞相片进来的时候 一种使命感也油然而生 随着数据量的增加 内部网路的带宽 只有两个1GBPS的网口 开始对我搬移档案的效率 和影片制作的生产力 产生负面的影响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我前一期的影片 尝过iSCSI的甜头之后 很难不对2.5G或是10G的内网 怀有憧憬 也刚好前阵子啊 也去买了CAT6的网路线 把家里的老旧网路线全换掉了 现在万事俱备 若有个2.5G或是10G的网路速度 哇 那该有多好啊 于是 这次升级的计划是 将D-Link的DMS106XT 10GB的Port 接上DS723Plus 其他电脑则透过2.5G的Port 来跟NAS传输资料 因为右霸是要做10GBPS的区网环境 就算初期只打算使用2.5GBPS 理论上可以达到的读写速度 都会大大的超越HDD硬碟 而且 目前HDD硬碟组RAID1后 硬碟写入的效能 会因为镜像写入的关系 而有所影响 DS723Plus只有两颗硬碟 也没有办法使用RAID5 或是效率更好的SHR 所以这边我也准备了两条 SNV3400 400G M.2的SSD 来做读写快取 值得注意的是 若是只做读取快取使用 SSD损坏并不会影响 NAS硬碟里的资料 但若是做写入快取 资料会先被写入SSD后 再写入HDD 来做到解入加速的效果 所以 会需要用到两条SSD做RAID1 避免写入档案的时候 SSD损毁 造成资料遗失 我另外还准备了两片散热片 来做M.2的散热 我试过两种不同的散热片 但是只有这一款 并且后面带有凹洞的 才能完美的塞入 2.5G的PC网卡 我就随便看便宜的来用 这片XG C100C 10G的网卡 是朋友借我拿来测试网路速度 这次会来确认跟DS723Plus上的 10G B网卡 连线速率有达到10G的水准 也不知道是想要把我推入火坑 还是真的佛心的借我测试 我自己也很好奇这张网卡的表现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看看这张10G的网路卡的散热片 真的是有够扎实厚重了 要升上10G的内网 当然也需要10G的Switch 这台DMS106XT 虽然只有一个10G B网口 可以将不同类型的流量 分类为不同的优先级 并且也可以根据重要性 对其进行优先处理还有分配 此外 DMS106XT这台Switch 还支援VLAN功能 会自动上VLAN的标签 对流量进行细利度的控制 还有管理 不过是因为自动打上的VLAN 应该只有在各个Po之间识别而已 也不支援自定义的VLAN 后方10G Po旁边还有一个Turbo键 原厂是说明可以提升传输效率 接下来带大家快速把装备装上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DS723 Plus 代表也会减少传输档案时遇到跳电的几率哦 硬碟配置 右霸是使用一颗Turbo的N300 6TB 和一颗10TB的WD子碟 两颗来做RAID 1 故意用了一颗子碟来测试看看 大家说的监控碟性能到底如何 将PC10G网络卡和DS723 Plus的10G网络卡对接 以下是右霸做的测试 第一个是HDDRAID 1的读写速度测试 接下来是SSD BASIC的读写速度测试 Zither Harp 最后我们把SSD做成Catch 再来做一次读写的速度测试 Zither Harp frequ音り 继续工程测试 � ROBER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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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成绩也算是肯定了诱爸自己拉线的辛苦 看了还真的是挺欣慰的 但是结果也显示出来 诱爸的使用环境并没有办法完整地发挥快取的功能 看到Synology官方网站上的资讯 快取并不适合在上传下载 存取大型档案的环境中使用 更不适合影片串流 所以若是要发挥实力 还是需要在iSCSI上使用 或是跑VM的模拟器 最适合来建置Catch 而且需要使用过一阵子 让系统学习哪些是你常用的资料 来增加快取命中率 那时候才能感受到Catch的效能哦 总结这是在10G和2.5G的建置上 诱爸还算蛮满意的 因为在建置SSD的储存集区后 的确传输速度有到10G的水准 但是Catch的部分 让有霸多测试一些实际的使用情境 再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对Catch最有效率 也算帮大家探个录 实际使用看看 希望各位喜欢这集影片 也欢迎各位留下你的赞和订阅哦 更可以分享你的配置经验 大家一起讨论哦 我是诱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